台電68週年了 感謝與台灣這塊土地及人民一起成長 即使近年的營運受到磨難與挫折 也應該要微笑前進面對考驗 回應社會的期待 並且展現經營改革的決心 總處大廳4月21號到5月30號 舉辦看見台電的改變特展 就讓我們帶您一起來看看 展望未來要先立定腳跟 回首過去的68年 台電的命運與整個台灣緊緊相依 我們從文物的發行 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文化及經濟建設發展的端倪 郵票和雜誌刊物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媒介 早在民國40幾年的郵票中 我們就可以看見早期電力設施的身影 而石門德基等水庫的落成 也大多伴隨著水利電廠的建設 民國60年代 核能發電成為國家重點發展目標 民國67年也推出了紀念郵票 民國75年及77年的郵票 也分別以各種電廠作為主題 而台電特有的人文刊物 台電月刊已經出到了600多期 數十年來記錄著台電的歷史人文發展脈絡 也堪稱是了解這家老企業必讀的參考資料